跟建習騎士畢業對我來說的意義 就是自己新來的另一個起點 第二季的季初 我希望自己能夠畢業 上一季我贏了三十多場 建習騎士要贏到七十場才可以畢業 今季就做到三十九場 目標都已經做到了 由第一季開始 初初我就不會想太多 大幾季畢業 無論快與晚 都是一個學習的過程 我很慶幸可以在第二季畢業 過程中我都學到很多東西 顏色大旺 到勝利動作都做完了 鍾逆禮贏馬 恭喜鍾逆禮 順利升格畢業 最滿意的一場 我覺得是可能贏了第七十場 一來就跟師傅高冬妮贏馬 加上很特別的一場 因為那一場贏了之後就畢業 所以都是畢業馬 很有特別的意義 能夠在第二季成為正式騎士 我覺得很開心 還有因為香港的競爭性都很大 能夠成為騎士都不是一個容易的事 做建築騎士的時候 難忘的時刻 就在十一月 那時候 上年十一月 在跑馬地馬場就贏了三場 都是我第一次在香港 獲得最多頭馬的一天 很慶幸的那一天 家人都到了一場 他們都在座房支持我 這一天是我很難忘的一天 最艱難的時間 就是沒有馬贏 心理方面都比較難 那一刻就會想 很想快點去贏一場頭馬 有時越急就越贏不了 經過我這麼多次 有這些經驗之後 自己調整了 自己 群中心畢業的意義是 踏入另一個階段 可以成為大師傅 一路見到師兄很大的進步 然後我都覺得很欣賞這個師兄 然後就會成為我繼續努力的動力 想成為建築騎士的師弟師妹 我就建議心態上 一定要有沒有放棄 還有一定要開朗的心態 有時可能不知道 怎樣去釋放自己的壓力 有時如果假設釋放不了壓力 就可能會做到反效果 令到成績不好 永遠都要記住要開朗 盡量跟很多人聊天 Be Positive 所以這是我的一些小小建議 賽馬人才培訓中心 對我來說 是我的人生轉捩點 我以前就比較迷惘一點 我入到賽馬人才培訓中心 找到我自己的目標 很清晰的一個學習過程 知道去到哪一個位置 我就會去到下一個步 令到我的目標更加清晰 達到我現在成為騎士的一條路 我明白了 只要是人生轉捩點 我會去到什麼哪來 itelone 是